三藩市優秀自費留學生頒獎典禮 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3月3日上星期五 為領區內24名中國優秀自費留學生頒獎 其中各單位推薦的人選獲獎比率高達80% 較去年增長13% 獲獎學生分別來自博克萊加大、斯坦福大學 三藩市加大、大維斯加大、默塞德加大、 華盛頓大學、華盛頓州立大學等學校 總領事羅南傳表示 2016年中國出國的留學人員總數達到54.45萬人 同比增長接近4% 繼續保持世界最大的留學輸出國地位 其中赴美國、英國、澳洲等英語國家的留學人員近8成 自費留學人員共49.82萬人 佔出國留學總人數的91.49% 羅南傳還表示中國政府非常關心廣大自費留學人員 將他們視為國家發展的重要人才資源 為了獎勵在學業上取得優異成績的自費留學人員 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於2003年設立了 國家優秀自費留學生獎學金 每年獎勵500個名額 其中特別優秀獎每人獎勵1萬美金 其餘獲獎者每人獎勵6000美金 最重要的其實是一種象徵意義吧 就是國家對我們這樣一些留學海外的學子的重視和關切 我覺得這種重視和關切也許比這個錢本身更重要 而且能伴隨我們一生 教育參贊楊君表示 今年灣區取得很好的成績 我們今年推薦了30名到國內參加評選 最終中了24名 有80%的成功率 應該是相當不錯的成績 羅南傳還表示 學生流動是中美兩國教育交流的重要內容 廣大的留學人員在此學習研究增長財幹 同時亦為增加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 促進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和發揮積極的作用 天下衛視記者 旅言錦報道 謝謝大家